我们是忍酒 通通麻烦吃完 可不允许剩下 那我要什么东西 又是这个 真好吃 烂太郎 鱼肉脚要趁热吃才香 我 我害怕烫 老太郎的舌头和猫舌头一样啊 我总是对付不了热东西 图景老师 你准备把这些鱼肉卷怎么处理了 这个嘛 这些鱼肉卷挺香的 所以我想和乱太郎他们一起吃啊 图景老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鱼肉卷了呢 这个 是这么回事 看见这个鱼肉卷 啊 是嘛 这个鱼肉卷你这么喜欢 那我真高兴 好了 再给你加一条 请都不要剩下 你们要好好的吃碗 真是太好了呀 图景老师 来 我们一起吃吧 我到那边去吃 一个人吃 图景老师似乎不高兴 还有一个人吃东西的习惯吗 乱太郎可真是个猫舌头啊 我最讨厌吃鱼肉卷了 又给我夹了一条 真是的 图景老师 今天下午是山田老师的实战课 大哥了 不住的大哥 这是怎么了 今天的功课是棒手剑的练习 这种棒手剑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的难 可是因为它小巧玲珑 就有了可随身取代多把的长处 好了 现在我来教你们投掷的方法 这种将剑尖朝向把子投去的方法叫直打法 相反摸住剑尖部位 弧线旋转直向目标的方法称为回旋法 这两种方法都非常的难 所以你们听我说 你们要认真的练习 好了 现在各就各位 开始 有谁能给我好好的治一次 让我开开眼界呢 真是 中了 不愧是成绩优秀的装作门 那 善天老师 这把棒手剑不是我的 是乱太郎的 是乱太郎制的 令人难以相信 我自己也难以置信 可是 好吧 乱太郎 你再来一次 给大家示范示范怎么样 乱太郎 可以 你中了 打中了 乱太郎 再来一次怎么样 再来一次 我的天哪 这太了不起了 如果达不到忍者的本领 打中目标是很难的 乱太郎 你太了不起了 乱太郎 你终于成功 起来了 这是我 山田传道 长期单身夫人的 教室生活中最最高兴的事情 你可太棒了 乱太郎 连山田老师都感动了 可是 这并不是我做的好 我这也 钱托了 打嗝都服了 乱太郎 你怎么了 好像很难受 是啊 我很难受 一直这样不停的打嗝 你说这颗怎么是好呢 童娃怎么办呢 嗯 嗯 这样吧 我们去找保健医生星野老师 也许他哪有保健的药呢 是啊 快走吧 乱太郎 你们想要止革的药啊 有没有星野老师 嗯 有 这下可好了 蓝带郎 喝了药就不会难受了 只是喝了那种药的话 心脏也止住跳动 啊 原来没有对打嗝有效的药啊 怎么办呢 童娃 有啦 星兵卫你跟我来 乱太郎 你就在那儿等一下 走 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怎么样 星兵卫 这样把乱太郎笑一下 也许就止住他的打嗝了 原来是这样 我呢 就藏在这里 我把乱太郎带到这里来 但是你千万可别告诉他呀 嗯 这我知道了 怎么还不来 新兵卫的家伙干什么去了 来了 童王 你这是干什么嘛 你这样下我们我们可不答应 不 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是故意下你们的 不是要下我们 那么你装成这样子是想干什么 这里面有原因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快告诉我们 啊 对 金兵卫 你是怎么搞的 你不是什么也不让我说吗 所以我在想要什么方法才能把他带来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帮我装鬼的事情告诉他 可是你去 哎 哎 什么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也晚了 金兵卫 你带这盆水是想干什么呀 我听人说 如果短时间的闭一会儿去 就会给猪打嗝的 所以我把他带来了 可以的快来试试吧 看样子行 来吧乱太郎试试吧 不行 好什么呢 快来呀 那里面有你的鼻涕 不要紧吧乱太郎 新兵卫的鼻涕 乱太郎 你的嗝止住了 是真的 成功了 成功了 下课好了 男太郎 你下课好了 男太郎可来是有效果的呀 先不说有没有效果 不过确实下了我一大跳啊 不管怎么说 打嗝总算止住了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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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课了 你下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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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郎怎么样 大哥止住了吧 我们从头往那里知道乱太郎今的事情 啊 吓死我了 原来是游戏小姐你们呀 我的大哥刚才已经止住了 啊 啊 那我们买个了呀 嘿嘿嘿 看样子我们失放了呀 看样子是 啊 啊 这次轮到你们两位了 啊 啊 啊 我突然想起有件急事 啊 我走了 我也是 啊 啊 这下可怎么办才好呢 啊